日本排放核污水之后,未来的海洋生物会变异成什么样呢? 这条短片也许就是一个答案。 在满是垃圾的海洋中,这条变异的蛮鱼由于受到核污水的影响,身体已经和废弃轮胎合为一体。 其他的海洋生物也难逃一劫。 鲸鱼头变成了塑料瓶,鱼群变成了人子托,水母变成了塑料袋,珊瑚礁变成了塑料刀叉。 河豚的身体也变成了气泡膜,看上去更容易爆炸了。 然而,在看似远离尘世的深海,生物的变异却更为可怕。 这条鞍康鱼已经和铁桶融为了一体,成为了一个活着的鱼罐头。 在堆满垃圾的海底,它只能在破败的旧轮胎下寻找残存的食物,但这个铁块明显不像能吃的样子。 不一会儿,它又把罐头盖捂刃成海草。 就在它疑惑,今天海草为何如此坚硬时,一个可怕的身影悄悄出现在它的身后。 下一秒,一只与汽车融为一体的鲨鱼直冲过来,和鱼罐头在海底展开了激烈的追逐。 坚硬的汽车头轻易地撞开了障碍,甚至还能在昏暗的洞穴中自动亮起车灯。 面对汽车沙的强势追击,鱼罐头索性在最后一刻钻进了小洞,捡回了一条小命。 可上一秒还是猎物的它,下一秒就转身成了猎人,追起了眼前的小光点。 可这分心的举动,也让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,被绕路赶来的汽车沙一口咬成了两半。 鱼罐头彻底漏了线,坠落到满是瓶盖的海底。 然而这些并不是普通的瓶盖,而是一群与啤酒瓶盖融为一体的螃蟹。 它们顺着鱼罐头的血腥被密密麻麻地聚集在一起。 在这个物资匮乏极长陆陆的海底,鱼罐头转瞬间就只剩下了骨架。 贪心的瓶盖蟹还想将内脏打包带走,却被突然出现的海龟一口吞进了肚子里。 然而这只海龟也未能逃过毒手,它的龟壳也已和锅盖牢牢融在了一起。 在海龟的带领下,我们得以一览海底的破败景象。 这条融合了轮船的鲸鱼尸体,仿佛在用圣人的残躯发出对环境污染的哀嚎。 锅盖龟游进了轮船经的残躯中,身边突然出现了许多冒着蓝光的二极管辖。 它们聚集在一起,将昏暗的海底扁缀成了星空,也给这片充满死亡气息的海底增添了久违的生机。 可好景不长,夏群不知为何突然散去,锅盖龟顿感不妙,赶紧加快了逃生的脚步。 果然,在阴森的黑暗中,汽车沙再次亮着车灯赫然登场,搜寻着锅盖龟的身影。 毫无还手之力的锅盖龟只能躲藏在废墟之下,紧张地看着汽车沙从头顶掠火。 一番搜寻无果后,汽车沙放弃了追杀,兴兴而归,却不知自己惊醒了一只怪物。 等到汽车沙察觉到危险时,早已为时已晚,一只巨型的乌贼用触手将它死死缠住。 不管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,只能被这只和飞机融合的大乌贼无情地拖入口中。 郭盖龟也趁此机会得以逃出升天,奋力游向光明的海面爬上了干燥的沙滩。 原以为终于逃离了恐怖的海底,却不料一只轮胎老鹰出现在眼前。 郭盖龟这才明白,环环相扣的大自然,受到河污水影响的,又怎么会只有海洋呢? 这部短片看似荒诞,却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警示。 若是继续污染海洋,我们人类又怎么能幸免于难呢? 也许未来,经受了河污水影响的生物,会比短片中的更加可怕。 屏幕前的你,觉得未来会出现怎样的海洋生物呢? 欢迎在视频下方讨论。 这里是奇闻揭秘关,带你看遍天下奇闻怪事。 喜欢这条视频的观众可以点个小小的赞和订阅。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